好,回到節目時間了 我們繼續叫Thomas回答大家的問題 問題也很多,我們盡量回答 但也不保證得全部回答 好,說說6098,就是迫伏 上星期看到物管股有少少轉勢 買了少少的 但昨天有大跌,現在怎麼辦呢? 問一下是否又轉勢呢? 應不應該止蝕呢? 其實那些內房股 或者內地物管股 今年回來感覺又不錯 你又如何評估今年第一季的前景呢? Thomas 如果你說今年第一季的感覺不錯 就真的看你說哪些 內房計暫時還是比較似乎 因為國企系列或與國企相關度比較高 比較近的就比較好 如果剛才說,比如說迫伏 雖然它是物管股 其實就不應該說內房住的 但始終現在的關係真的太大 如果你回看,其實行用逼 其實暫時都沒有什麼 包括無論是股價,當然不行了 你看股價,看內房債,看新聞面 都沒有什麼叫做封榜 或者儲光都沒有看到 變成這部分都毫無疑問 是會仍然繼續影響著 就是物管市場氣氛 或者有時候都不是市場氣氛 例如好像逼國人服務 如果它沒有公司真的出問題 都始終會擔心 而現在你看,無論股價和貨房債 都沒有脫險跡象 所以變成早一陣子 就真的一、二月的港股資金好 就是北水下來 都仍然在炒 大家都覺得可以彈一下 但是如果去到現在這些位置 就開始要小心一點 長線就不是以半年計算 就是中線 中線看法我不是太建議住的 因為內房鬧底 港股都還有很多選擇的 不用選內房或者物管的東西 那麼就… 是啊 你旦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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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旦 就是47.5元左右 那麼就… 就是現在捱多可能3元附近 那麼… 就是… 希望去到那個位置之前會再彈一下 因為現在港股無論資金那樣東西 那個市場還沒算太差的 那麼如果OK做到的 那麼可能回家鄉附近就… 想一下走啦 否則的話就47.5元就stop了